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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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y 今日想和大家講解 2023年DSE化學卷 卷1第12條的題目 題目就是 將40cm keep 的 0.5mol 氫綠酸 和40cm keep 的 0.5mol 氫氧化納溶液混合時 溫度上升了 Delta T 如果將60cm keep 的 1mol 氫綠酸 和60cm keep 的 0.5mol 氫氧化納溶液混合 溫度會上升多少呢? 根據題目比的資料 我們首先寫一條方正式 Hydrochloride Exit 加 Sodium Hydroxyl 變成 Sodium Chloride 和水 我們要計算一下 首先有多少mol 的Exit和Base 去反映 就是用濃度 乘回Volume 第一個Case就是 0.5mol 乘回40mol 0.5mol 乘回40mol 所以我們就會有 0.02mol 的Hydrochloride Exit 和0.02mol 的 Sodium Chloride Exit 在第二個Case 濃度改變了 我們就用1mol 乘回60mol 就是Hydrochloride Exit 0.5mol 乘回60mol 就是 Sodium Chloride Exit 最後我們就會拿到 0.06mol 的Hydrochloride Exit 和0.03mol 的 Sodium Chloride Exit 同學要注意 在這個反應裡 酸是in excess 所以其實實際上 中和反應產生的 reaction 的mol 只有0.03mol 可以看回 這邊的反應 Delta H reaction 就是中和反應產生的 月亮 其實就會全部被水吸收 所以 中和反應是放熱 所以水就會吸熱 所以最後的Qw 其實就是正的 即是吸熱 可以看回 右手邊這邊 我們有一個生成的熱 其實就是跟 mcdelta T有關的 我們看回 剛才這個reaction 第一個case 我們有0.02mol 酸酮鹼反應 在第二個case 其實只有0.03mol 根據這個比例 其實我們可以看回 在第二個case 生產出來的熱 應該是比第一個 是1.5倍的 亦都等於 m2cdelta T 而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計算 究竟 m1和m2 是多少 就是用 那個水溶液 有80mol 乘回水的density m2就是 整杯solution 120mol 乘回它的density 所以m1 你會見到是80g m2 是120g 我們將剛才計算好的數值 qw qw2 放回 這裡的equation 我們可以看到 delta T 其實是等於qw over m1c 而delta T 在第二個case上升的 就是等於qw2 over m2c 根據剛才我們計算 其實qw2 就是等於1.5的qw1 而m2 亦是等於1.5的m1 我們將這兩個相約 其實我們就會找到的答案 在第一個k度 升溫的delta T 其實是和第二個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找到的答案 其實就是b 升溫就是delta T 而答對的同學 就是只有28% 那我今天的解釋 就到這裡 希望同學加油 dsc 考好一些成績 字幕提供